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四月间的一天 我们站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边 面对一片无法形容的美景 新耕的田地 清脆的山头 点缀着早春的野花 高峻的山峰 则仍然罩着一层白矮矮的冰雪 这一切又都笼罩在灿烂的阳光之下 离我们不远处 有一个扶着拐杖的老人 他小心地用他的手杖探路前行 原来他是一个瞎子 在信心的国度里 也有一片美景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正在一个美妙的世界中行走 但好些时候 我们也是瞎眼的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不信 所见到的只有眼泪 死亡 坟墓 损失 以及不能克服的困难 不信 就神的国度来说 就是瞎眼的 如果不信的眼睛开了 信心所见到的 就是机会 生命 复活 胜利 喜乐 以及神的荣耀 不信 不信 叫我们瞎眼 跟着 产生的是失望 而信心 叫我们看见 为我们带来喜乐 你若信 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 这句话 是永远真实的 约翰福音 十一章 四十节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吗 神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